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化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在11集中,提到腎衰血的問題 在印度診所中,發現到臨床經驗上 有75-80%的腎衰疾病 原來都是長期吃高血壓的藥物 既然是這個時候,也值得再請余醫生 替我們探討一下高血壓的情況下 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幫助病人做治療 而不是用一般的降血藥物 而引起很多後遺症副作用 麻煩袁先生 相信高血壓是三高 高血壓、高膽固醇、高血糖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現在文明地方生活的人 年紀比較大,通病 有時也不算年紀大 也可能有年輕人傾向 可能50出頭已經有三高 三高可能是一個 Anyway 好了 我和大家在这个电台过去多年 一直和大家分享 很多我們的資料 是另外一個訊息 和一般主流傳媒得到的資料是很不同的 最近我都和大家經常讲 关於淡固醇的问题 好像2014年 我都不太记得的時間 最近幾年 其实淡固醇的观点已经被人改了 最初淡固醇不是太差 最后讲到 最后的结论就是淡固醇越高是越健康 好,那为什么会慢慢的 几年一直转 所以有些人说 我淡固醇是 不是所有淡固醇 有些叫好淡固醇 有好有坏有坏 其实是不能分的 根本分不到 没有叫坏 淡固醇就是淡固醇 而且淡固醇的高低 和你健康 不是他们以前所讲的 淡固醇是一个问题 好了 我现在想到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第一,我们要知道 淡固醇80%是自己身体自己做的 不是你的食物外面 所以有什么戒口 不要吃高淡固醇 是没有意思的 是完全和你身体的淡固醇 不是食物那里来的 是大部分自己肝脏自己做的 80%是自己做的 第一 第二 第二 我们身体的细胞 尤其是神经系统的细胞 脑的细胞 那个成分主要是包括淡固醇 所以我跟大家强调说 因为抗淡固醇的药 是其中一个 导致老人痴癌 Alzheimer的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淡固醇是身体脑损的物质 你强调低它 是根本对身体不好的 好了 接着我说一件事就是 其实过去淡固醇的指标是很高的 不是很高的 可能是200mg per deciliter 让我们慢慢把标准降低到120mg per deciliter 即是说 淡固醇的高低是我们自己安排出来的 你把标准降低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过高的 好了 我和大家想了一个思考 就是身体可不可能做一些事情 是自己害自己 令到我们灭亡呢? 是不可能的 淡固醇是身体自己做的 身体不可能自己特意做一些事情 而令你身体出现有伤害性的趋势 因为身体一定要生存的 不会令到你人类的品种绝望 所以从这里的思路 其实淡固醇不可能是一个坏东西 身体不可能自己做一些坏东西 害你 而我最近最新的结论 发现淡固醇越高是越健康 相反 好了 这是一高 第二就是血压高 好了 好了 我们知道身体的血压 高血压的成因 其实大部分95%都是不知的 即是没有特别的病因 其他有5%是神的血管问题 或者有一种病叫Philchromocytoma 或者肾上腺素 Aldosteronism 这些是可以导致血压高的 但大部分其他病人 所谓血压比较高的 其实是没有任何原因 所以我们就叫做Primary 叫做Essential Hypertension 或者叫做Primary 不是Secondary 即是原发性 其实那次你再想一下 身体可不可能 无端八时出现一些现象 对你的身体有害呢 等如我们说的淡固醇 我已经觉得是不可能的 刚刚相反的 血压也是 95%是原发性的身体自己做的 不是有这种解释 再用基本的common sense 有没有可能 身体会弄一些血压 即是自己出现一个情况 是害你呢 其实很大机会 其实也是不可能的 好了 这时候很多人 就开始重新去检讨一下 过去我们经常说 血压高是很危险的 因为血压高会引致很多的病 因为中风压会增加 心血管的问题会增加 还有神衰竭会增加 就是这样的 好了 这个是一向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一见到血压高就觉得不行了 你一定要想办法去禁止它 其实这些说法 这些观察 这些资料在哪里呢 其实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里面 有这种观点 基本上他们的医疗服务 都很广泛性 很多保险公司和政府 已经帮他们掌握了 所以大部份人遇到这些问题 他们通常会自动接受治疗 会吃些东西去禁止它 所以到底这些情况 如果你是不禁止它 是不是真的会变成 他们以前所想的那些 会中风多些 心脏病会衰竭 神衰竭会多了呢 其实没有人真真正去检讨过 深入点去研究过 好了 在印度 我最近看了一份资料 因为他们的地方 因为这个诊所 这里看了很多 一千多病人 所以他们有很多这方面的数据 可以拿出来 其中他们观察到 过去很多病人的血压 以为是高的 但因为他们没有钱 去接受治疗 也不理他们 所以观察这一类的人 是十年到十五年之久 这个是1960年开始 因为他们每天看一千到一千二百病人 他们有机会观察到 有很多病人的血压 所谓血压高 高到一百八十 over一百 或者二百 over一百 二百 over一百一十 二百一十 二百一十 一 over一百一十 二十年之久 发现这些所谓高血压的病人 在二十年内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问题出现 又不见到他们说中风多了 其实他们以前所估的事情 其实是没有发生的 即是说高血压的人 都是一样可以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状态之下生存的 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件事 接着他还要做一个调查 他问一千个病人 就是做一大堆的问卷调查 问卷包括你有没有觉得闻 你有没有觉得旋转问题 有没有觉得颈痛 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 就会出现过失了知觉 你有没有经常很容易发生 你吃不吃烟 你喝不喝酒 你有没有发现你会突然衰退 还有你的压力 生活上的压力 做了很大量的调查 其实他们用这些问卷 发现他是正常的人 发现那些血压伤差很大 由低的90 上压90 下压60 到上压200 到下压110 都在 其实根本是分不出的 没有分别 所以现在可以这样说 血压是否高是绝对正常的呢 我以前跟大家分享一本书 《若都不能吃尿妈》 这是日本文显 一本很简单的书 他们的最后结论就是 其实年纪大的人 他的血压 是什么血压都好 都是正常的 因为身体有这样的需要 以及身体已经适应了 反而你要用一些药 去压制它 就更加多元出现的问题了 包括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过 神衰竭的人里面 大部分75%到80%都吃过 我长期吃过很多血压 会不会这些血压药 会导致很多问题呢 很明显在医学上 我们都知道 比如那些血压药 其中一类叫做BetaBlocker 它们会令到你的心脏肥大 也有很多血压药 会令到你会神衰竭 长期的神衰竭 所以过去这些西药里面 会发现一连串的副作用 包括你会令到你的甲 和钙水平会降低 会令到你的尿酸增加 和尿糖增加 和尿脂肪增加 所以我经常说三个 其实是和那些吃过去亚药的副作用 还有笔举 性能力减弱 和过度排尿 神功能失调 导致神衰竭和神石出现 荷尔蒙的不平衡 包括有些人出现 男性出现乳房 长大 和多无症 女性的多无症 还有心跳 头痛 和人的温温等等 还有肝方面 肝炎和出血性的贫血 情绪 情绪低落 发恶蒙 鼻歌塞 还有发现水肿 因为炎和水分的聚绩 大家看到 这些血压药 不单是没有需要去用 但它本身出现很多副作用 所以我们遇到血压的时候 第一是不用太紧张 第二是在同类疗法里面 也有很多好的疗剂 因为这个诊所 有1,000多人 所以他们有一套方案 对付血压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遇到这些血压问题 其实不用太紧张 不用太紧张 要吃副作用多多的医疗方法 可以用一些简单有效的其他方法 包括同类疗法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 过往在文明都市人的时候 三高里面 也有很多时候 刚才我也有提及 在研究上 也有趋向年轻化的阶段 但袁医生刚才和我们解释 究竟是什么年纪 去到什么叫高 其实是没有什么定义 只不过有时候 大家也要留意 究竟是高的时候 是否出现了什么病征 什么问题 才去各方面的处理 不要每天认识 觉得高了 高到指标 什么时候 没有病征 就去吃血压药 反之 臨床上有75-80%的病患者 神衰竭病患者 就是吃了这些血压药 而导致出现了神衰竭的问题 本身血压指数高低的定义 其实也没有一定的年纪 因为都有很多因素 最重要的是 即使高了之后 有什么病征 有什么问题出现 有问题出现的时候 亦可以用同类疗法 去帮助大家处理 改善状况 而不一定要用化学的西药 才可以硬把它压低 以为觉得这样就会健康了 没有了这个问题 反之西药的副作用 刷出来的时候 就更加严重了 三高 我已经和大家解决了两高 当然如果大家在吃西药 就不要自己乱去突然停 不可以的 要做就好了 我有本书 90%的药都不能吃了 这个大家可以买回去参考 一个作者是一位日本医学教授 西医教授 他都发现大部分的药 没有什么好处 他本书教授 如何将药 慢慢一步步去减 三高已经解决了 胆固醇越高就越健康 血压高低其实每个人都是正常 你身体已经适应了 最后的高就是血糖高 血糖高当然是一个文明的通病 十分之一的人越来越多 就是有糖尿的问题 糖尿有一个很简单的食物 大家可以考虑去用 虎瓜汁 如果能够买虎瓜盐 可以去冲水喝 非常之好 不然就买虎瓜来炸汁 效果是很好 如果有些虎瓜会凉 体质比较凉 就配合姜汁 这三高完全是不需要害怕的 自己可以控制处理的 多谢袁医生 如果有急切腺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的疗剂 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与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谢谢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